Ciao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相往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Ciao同学们大家好 还记得上一次课我们上了什么吗 不过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记得了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好学习的好同学嘛 那么我们一起先来复习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学的一些数字吧 那么上一次我们是从40开始学起的 那么我们就从40开始说 40 40 50 60 60 70 70 80 90 90 100 100 很好那么接下来100以后的呢 我们试一个150 100 50 那么再试一下156呢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朝200开始出发 200 200 300 300 400 700 900 900 900 1000 有人说10 100 错了错了意大利语1000是有他自己的单词的 1000我们是1000 注意这里有两个L不要忘了 好那么我们来试一下1492 1000是1400 400 400 900 900 92 2 所以连起来1492就是1492 149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朝2000进发 2000是2.000 很好这里mila是mila的复数 那么注意这里只有一个L 所以2200 2.000 4000 4.000 4.000 4.000 7.000 7.000 那么接下来1万我们是什么呢 1万嘛就是10个1000啊 就是10.000 那么10万呢 10万应该怎样说 那我们先把这个数字写下来 意大利数字里面是三位计数法 所以说写三位从后面数往前数三位 就逗一个逗好 那么10万就是写个100 逗个逗好再写三个0 所以就是100个1000对不对 所以10万就是1001001000mila 所以连起来10万就是100mila 好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一个难一点的数字 比如说654321 那么我们先来三位计数法标一下 它就是654 逗好321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654就是654啦 6500 然后呢 有个逗好 逗好我们就读mila 对啊 因为这是表示1000的逗好嘛 接下来我们再读321 就是300 20 20 1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 1 还有一个数字 几 很好 8 8 1和8 跟十位数那个单词连读的时候呢 要把十位数最后一个原因去掉 所以21 我们读venduno 而不读venduno 我们读venduno 好我们把这个654321读一下 就是 6504 mila 321 好 这个数字大家都会的话 那说明 999999以内 所有的数字你都会了 那么加上0 我们一共学了100万个数字了 对不对 想想自己多富有 已经有100万个数字会说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叙述词 叙述词是什么呢 就是表示第几个第几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从1到10的叙述词是不规则的 我们是通话自己记的 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 第1 primo 第2 secondo 第3 terzo 第4 quarto 第5 quinto 第6 sexto 第7 septimo 注意中音 第8 octavo 第9 nono 第10 decimo 注意中音 好 那么从11以后所有的数字的叙述词都很简单 只要在数字后面加上esimo 然后去掉数字最后一个原因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规则大家应该都记得吧 那我们就试一下 我们来说第21 那么21我们都知道啊 是venduno 很好 那么要把venduno最后一个o置掉 加上esimo 就是变成vendunesimo 好 同学这里注意一下哦 千万不要把第21说成vendiprimo 因为在意大利语里面 这个加上最后一个esimo的规则呢 是对每一个数字适用的 所以只要简单的把数字最后的原因去掉 然后加上esimo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上次我们还学了很多房间的说法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根据中文来把这些房间说出来吧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卧室 卧室是camera daletto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客厅 客厅我们有两个单词 一个是salotto 还有一个是so giorno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书房 书房是studio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厨房 厨房是cucina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浴室 浴室是baño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阳台 阳台是balcone 然后最后我们再说一个小小的储藏室 是ripostillo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上次学过的其他的单词 organizzare periferia periferia stadio stadio appartamento appartamento piano terra piano terra ascensore ascensore sperare sperare comodo comodo luminoso luminoso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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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ze meze 好 那么上一次我们讲过的东西就复习到这里 今天啊 我们的内容比较多 我们要赶紧开始上新课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语法 那么今天的语法呢 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讲前置词了 之前老师就有说过 前置词啊 是在意大利语里面比较难的一个语法点 就是我们学了多年以后啊 都会发现什么时候用什么前置词是一个问题 要用好前置词真的很难 但是呢 同学们不要担心 前置词它虽然难 但它毕竟是个小词 如果你真的真的记不住它怎么用 要说错的话 也不会影响你说话人家来理解的 所以啊 我们先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规则 把最基本的搞正确了 以后的事情 我们就慢慢学习的时候呢 多加注意 多加小心 多说多列 培养语感啦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前置词有哪些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前置词 有比如 印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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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比如说 地 素 共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先讲 印 阿 达 达 这四个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印 印一般性用在哪些词前面呢 首先是一些国家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啊 我去意大利 我去意大利 或者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啊可以加一些什么呀 那我们之前讲过啊是加城市的对不对 所以说比如我在罗马 Sono Aroma 我去佛罗伦上 Wado Afirenze 那A呢 还可以加动词不定式 什么叫动词不定式呢 说白了 就是动词原型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词组 Andare Afare guacoda 去做某事 那我们来造个句子 比如说 我去工作 我去就是 Wado 工作是 Laborare 所以连起来 我去工作就是 Wado a laborare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DA DA的意思呢 比较特别 它呢 如果是加一个地方的话 就表示来自于 那比如说 我来自于罗马 就是 Vengo da Roma 那么 如果它加一个人的名字的话呢 就表示在某人家里 在某人那里 比如说 我要去Antonio那里 我们应该怎么说 那么我去就是 Wado 然后加上DA 再加Antonio的名字就可以了 连起来这句话就是 Wado da Antonio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Per Per呢 比较简单 它后面呢 一般性是加表示目的的那个目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加地方的话呢 就是表示一个目的地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词组啊 就是 Partir Per 出发去某地 那么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照一句话 我出发去米兰 我们应该说 Parto Per Milano 好 那么关于这些前制词 后面加地名呢 我们先总结到这里 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书上 第33页 这一个黄色的框框 我们来看一下 课本上是怎么帮我们总结的呢 大家可以带上我们刚刚学好的规律 然后呢 看着书或者课件都可以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 Wado in in可以加哪些 我们前面说了国家 Italia Itali Spanya 西班牙 还可以加大区 Sichiria 好 in接下来 还可以加一些地方 那么这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些小小的词组了 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行单词都过一遍吧 Wado in Cendro 我去市中心 in Uficio 去办公室 in Montagna 去山上 in Banca 去银行 in Cita 去城市 in Farmacia 注意注意 去药房 in Vaganza 去度假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些表示地点啊 什么的名词 接下来一行 我们看 Wado in Auto 这个时候啊 这个就不是一个地方了 而是一种交通工具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 乘坐一种交通工具呢 我们可以用in 加交通工具 所以 Wado in Auto 就是我乘公交车去 那么Wado in Machina 就是我乘汽车去 Wado in Breno 就是我乘火车去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块 Wado A 那么可以加什么呢 我们前面说了 城市前面用A 就是Wado Aroma 去罗马 Wado a Parigi 去巴黎 Wado a Londra 这里Londra呢 是伦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文一行 Wado a Gaza 回家 Wado a Letto 去睡觉 A Teatro 去剧院 A Chena 去晚饭 A Scuola 去学校 A Una Festa 去一个聚会 A Biedi 那这里注意一下 A Biedi这个词组呢 是指步行的意思 它不是去脚上 Biedi呢 是脚 它的单数是Biedi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行 Wado a Studiare 这里是个动词原型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了 对不对 刚刚讲过 它后面可以加动词原型 表示去做某事 这个词组 那么 Wado a Studiare 就是我去学习 Wado a Fares Piedi 就是我去购物 Wado a Parare 就是我去跳舞 Wado a Laborare 就是我去工作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Wado al Al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很好 Al是A加定罐词 IL的组合 那么这个A加IL 只要碰到一起 就要缩和 这个我们叫做缩和填句词 在第三课里面会给大家讲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Wado al Cinema 去电影院 Wado al Mare 去海边 Wado al Bar 去酒吧 Wado al Ristorante 去饭店 去餐厅 最后一个 Wado al Primo Piano 去第一楼 去一楼 好 那么这里同学们就有注意到了 前面一排是Wado a 没有定罐词 后面一排是Wado al 有定罐词 还包括前面 我们有Wado in 也是加很多地方 他们同样是加地方 为什么有的是in 有的是a 有的是al呢 那么这里老师就要告诉大家 具体什么时候用哪一个 这个就是靠我们平时日常的积累了 那么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会用al 也就是a加e 有定罐词的形式 那么不加定罐词的是少数 用in的呢 也是少数 所以同学们 平时如果看到一个地方前面 用了in 或者用al 这样a加定罐词的形式 做前置词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多长一个心眼 把它记在你的脑子里 那么以后我们就不怕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Wado da da我们说过了 两个意思 一个是来字 还有一个是加人民的时候 表示在谁谁那 那么这里我们用了动词 是andare 所以不太可能 后面加的那个答案 是表示来自于 所以这里的答案 都加的是人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Wado da un amigo 就是我去一个朋友家 Wado da Antonio 就是我去Antonio那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用 Wengo引导的这些词 首先Wengo in Italia 这个大家已经没有问题了 就是我来意大利 Wengo in Germania 就是我来德国 好 后面 Wengo in Aereo 我乘飞机来 Wengo in Treno 我乘火车来 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 Wengo a Biza 我来比赛 Wengo a Gaza 我回家 Wengo a Teatro 我来剧院 那么这个也没有问题 跟刚刚andare 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 Wengo da Siena 我来自Siena 这里的答就表示来自了 那么Wengo da Napoli 就是我来自纳布勒斯 好 后面 Wengo da Nicola 就是我来Nicola家 那么Wengo da Te 就是我去你了 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 Wenere翻成去 因为我们加的是Date 就是一方加入另一方 所以这个用Wenere来来表示去 好 最后一个 Wengo da Solo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Da Solo 是一个词组 意思是独自 所以Wengo da Solo 就是我独自来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动词 Partir 那么这里 Parto da Torino Parto da Perugia 这里后面加的都是两个地方 Torino是都林 Perugia是Perugia 所以Parto da Torino 和Da Perugia 意思就是我从都林 和佩鲁甲出发 接下来 Parto per Angona 那么这里Parto per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那个动词词组 Partir per 意思是出发去 所以Parto per Angona 意思就是 我出发去Ancona Ancona呢 是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 那么Parto per Barcelona 意思就是 我出发去巴塞罗那 好 那么接下来 Parto per l'Italia Per la Francia Per gli Stati Uniti 相信同学们也已经没有问题了 就是出发去意大利 出发去法国 出发去美国 那么最后一个 Parto in Aereo 就是乘坐这一些交通工具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Parto in Otobre 这里的Otobre是十月的意思 那么月份前面 我们用In 这一个前置词 那么举起月份前面 用什么前置词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 会给大家再详细的讲到 所以同学们 这里就不用担心了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把书翻到第三十四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顶上的这一个 根据范例回答问题 其实同学们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把括号里的答案 变成一句正常的句子 就可以了 所以留一些时间给同学们 大家自己来完成书上一些练习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集 Gonge Kouza Vai Aroma 这里我们看 Gonge Kouza Gekouza是什么 那么Gonge Kouza Vai Aroma 意思就是 你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罗马 那么括号里面 给的答案是Aerio 所以我们要回答的是 我乘飞机去 所以我去是Vado 乘飞机是In Aerio 或者我们可以说 Gonlaerio 也可以 因为我们说过嘛 乘坐交通工具 既可以用In加交通工具 也可以用Gon加定管词 加交通工具 所以Vado in Aerio 或者Vado conlaerio 都是对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集 Dove Dovete Andare Domani 什么意思呀 Dove De 是你们必须 所以这句话是 你们明天必须去哪里 好 Kouza Li给的答案是Cendro 所以我们要回答的是 明天我们必须去市中心 所以 去市中心就是Andare in Centro 那么 连起来这句话就是 Dove Amo Andare in Centro 我们必须去市中心 接下来第三集 Dove Vano Iragati Aquestora 那么Aquestora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那些孩子们 现在这个时间点 要去哪里 那么 Kouhari回答的是Disco Tega 就是说他们要去Disco Tega 好 Disco Tega 前面的前置词 我们说过了是用印 所以啊 他们去Disco Tega 就是 Vano in Disco Tega 知道题回答就是这样的 那么 接下来第四集 你现在做什么 你去哪里 Kouhari的答案呢 是Andare Casa 需要我们回答的就是 我回家 所以我回家就是 变位 Vado a casa 好 接下来第五集 Dadove Viene Lucio 那么这里 Dadove Vie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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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ne是来 所以Dadove Viene 就是我们问别人来自哪里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啦 所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Lucio来自哪里 那么我们要说 他来自巴勒墨 我们可以说 Viene Dado Viene Viene Dadove Viene 接下来第六集 Dadove Viene Dadove Viene Dadove Viene Franco 这句话很简单 就是 Franco要去哪里 那么Kouhari给的是 Antonio 那么Antonio 是一个人名嘛 所以肯定是说 Franco要去Antonio那 所以我们应该说 Va Dado Antonio 好 那么这些前置词 不知道同学们都用了 对不对呢 前置词是一个难点 所以同学们千万要多花一点时间 在学习前置词上面哦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书上第34页 这个Gegiorno e Oji 这一块 那么这里有一本大大的备忘录 我们今天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 星期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的说吧 那么 星期一到星期天 应该怎样说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日程本 两号那边有一个Lunay Di 那么Lunay Di就是星期一 接下来Marte Di 星期二 Mercoledi 星期三 Jove Di 星期四 Vener Di 星期五 Sabbat 星期六 还有下面有一个Domenica 星期天 那么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注意一下它的重音都在最后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最后一个E上面要标一个重音 然后Sabbat和Domenica 它们的重音都是不规则的 要提前 那么我们一起来 再来读一下 Lunay Di Lunay Di Marte Di Marte Di Mercoledi Mercoledi Jove Di Jove Di Vener Di Vener Di Sabbat Sabbat Domenica Domenica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日程本上还写了一些什么字呢 首先我们看Lunay Di这里 Spesa 我们还记得 这个单词我们学过嘛 Fare Spese 就是购物的意思 好 接下来 Legione d'inglese Legione d'inglese呢 就是Legione di Inglese Inglese是英语 所以Legione d'inglese就是英语课 接下来 Palestra Palestra是健身房的课 那么去健身行我们用 Andare in palestra 注意一下前置词 Andare in palestra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Mercoledi这里 有一个 Appuntamento con Lugas 那么 Appuntamento 就是约会的意思 所以 Appuntamento con Lugas 就是和Lugas的一个约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abbat 这里写了 Gita in montagna Gita 相应同学们都已经认识了 就是旅行的意思 那么Gita in montagna 就是去山里的旅行 最后Domenica 这里他写了一个单词 是Dormire Dormire 就是睡觉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一篇课文 它其实是一篇听力 那么 这一本日程本的主人 是叫Sylvia 就是一个女生 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录音里面 Sylvia 她除了日程本上 已经写的这一些 还说了一些事情 我们要把它说的另外一些事情 填在这个日程本上 那么我知道啊 这个可能是 对同学们来说比较难的 同学们尽力的去尝试着 听一下听力 多听几遍 能听懂多少是多少 不强求自己 要把它所有的东西 全部写下来 之后啊 老师会把课文展现给大家 我们一起 一句一句来看的 Sylvia dobbiamo parlare possiamo uscire uno di questi giorni lunedì per esempio impossibile lunedì ho molto da fare allora martedì mattina no sai che il martedì ho lezione all'università mercoledì purtroppo non posso ho un appuntamento giovedì cosa devi fare giovedì pomeriggio vado a fare spese insieme a Caterina allora possiamo uscire venerdì sera va bene ah no venerdì è il compleanno di mio fratello e sabato sabato possiamo parlare sabato no di solito vado in montagna con le ragazze allora domenica prossima o domenica o mai ah no la domenica non ho voglia di parlare di cose serie di solito 如果有同学 可以把几个 空都填上的话 如果把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这几天的内容 都填上的话 那老师 真的是要给你鼓掌啊 不过 如果你没有填出来的话 千万不要担心 我们一起来看 好 那么 第一句话 Mauro 说 就是这个男生 说 Silvia dobbiamo parlare 意思是 Silvia 我们必须谈谈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possiamo uscire uno di questi giorni 那么我们来看 possiamo uscire 就是我们能出去 uno di questi giorni questi giorni 是指这些天 那么 uno di questi giorni 就是 这几天当中的一天 好 那么 接下来 lunedì per esempio 那么 这里我们都认识 lunedì是星期一 per esempio 是比如 那么 这句话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这些天里面 挑一天出去 那比如星期一 那么 Silvia回答说 impossibile 那么 可能的意思 他接下来说了 lunedì o molto da fare 这里 avere 的那点 da fare 表示 有什么什么事情 要做 那么 这里 avere molto da fare 意思是 我有很多 事情要做 那么 事情这里 他就没有说 如果我们一定要说 事情的话 我们可以说 avere molte cose da fare avere molte cose da fare 好 我们这里看到 这个da fare 这里 da是我们刚刚讲过 前置词 对不对 那么这里da 既不表示来自哪里 也不表示在谁谁家 这里的da呢 表示一个用途 那么我们这里记住 如果da 后面加一个动词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表示 要做某件事情 表示用来 怎么样 怎么样 表示用途 所以这里 有很多 用来做 要做 那么 这句话 星期一 我有很多事要做 lunedì o molto da fare 接下来 Mauro说 alora martedì 是星期二 那么 martedì 就是星期二 早上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星期二早上 这本日常版是空的 那么我们要填上什么呢 就是下一句话了 那么这个 就是你知道 就是星期二 那么这里注意 如果这个 这样表示 星期的单词前面 加上了一个 ir 定关词 那么 就是指 每一个星期二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书上 第34页上面 有一个小框框 一个黄色的小框框 上面写着 注意 lunedì 等于lunedì proximo ir lunedì 等于onni lunedì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单单说lunedì的话 意思是 即将到来的 这个星期一 但是一旦我们说了 ir lunedì 意思就是 每一个星期一 好 那么这里 saigue il martedì 就是你知道的 每一个星期二 怎么样呢 o lezione all'università 我在大学里面有课 所以说 我们这里要填上的 就是填在日成本上的 要是 lezione all'università 接下来 Mauro问了 mercordi 星期三呢 Silvia说 pur troppo non posso o un apputamento 这个就简单了 pur troppo non posso 很可惜 所以我不能 o un appuntamento 我有一个约会 接下来 Mauro又问 Niovedì 星期四呢 Cosa devi fare Niovedì pomeriggio 那么这里我们听到 Cosa devi fare 就是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Niovedì pomeriggio Niovedì是星期四 Pomeriggio是下午 所以Niovedì pomeriggio 就是星期四下午 好 那么我们竖起耳朵 下面一句 Vado a fare spese Insieme a Caterina 那么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啊 Vado a fare spese 就是我去购物 Insieme a 就是和谁谁一起 那么和Caterina一起 所以这句话 连起来的意思是 我要和Caterina 一起去购物 接下来 Mauro又问 Alora 他已经很绝望了 他说啊好吧 那么我们可以 星期五晚上出去啊 Silvia说 Mau bene 终于答应了 但是后面他又说了 Ano Vener di è ir compleanno di mio fratello 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 compleanno 是生日的意思 所以 ir compleanno di mio fratello 意思是我 兄弟的生日 可能是哥哥 可能是弟弟 fratello 这个单词我们讲过的嘛 兄弟 那么这里 我们要在星期五 Silvia的日程本上面 写上 il compleanno di mio fratello 好 接下来 Mauro又问 è sábado sábado posiamo parlare 星期六呢 星期六我们可以 说说话吗 Silvia说 sábado no 星期六不 di solido vado in montaña con le ragazze di solido 我们讲过了 是通常 vado in montaña 就是我去山里 con le ragazze 就是和那群 姑娘们 所以连起来就是 通常我会和那群 女孩子们一起去山里 Mauro说 alora domenica prosima 这里domenica prosima 就是指即将到来的 这个星期天 那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意大利人如果说 domenica prosima 不是指下周日 而是指即将到来的 这个周日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是周五 说domenica prosima 指的就是 过了两天的周日 好 那么 接下来他说 o domenica o mai 很口语化的一句话 mai 表示 从没有 再也不 那么 o domenica o mai 就是 要么星期天 要么我们就不要说了 sirvia说 ano la domenica no no voya di parlare di cose serie 我们看一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 ano o bu la domenica 每个星期天 这里注意一下 domenica 是星期一到星期天 当中 唯一一个阴性单词 所以是 la domenica 那么 no no voya di parlare 就是我没有愿望 说话 那么 parare di cose seri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go de serie 它的单数呢 是go de serie seria的阳性啊 是serio 意思是严肃的 认真的 所以go de serie 就是严肃的事情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啊 是星期天 我没有愿望 说一些很严肃的事 那么星期天 他要干嘛 我们看了日成本 还要睡觉 对不对 所以他不想出来说话 好 那么这一段对话呢 同学们 如果觉得他有点难的话呢 千万也不要担心 毕竟是第一次 那么认真的 做那么长的听力嘛 那么我们只要把 这一篇课文的意思 理解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 小练习吧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好 今天的一国万花童 我们小小的来讲一下 意大利人的时间观念 其实江湖早有传言说 意大利人的时间观念不强 的确是这样 有同学如果说 是有意大利工作伙伴的话 有的时候明明是 很紧急的事情 他们却慢慢吞吞 拖拖拉拉的 也不跟你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意大利人向来习惯呢 是一种比较闲适的生活方式 所以有的时候啊 他们对待时间的概念 不是很强 他们认为一件事情 只要做到就可以了 早啊晚啊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同学是跟一个 意大利人约会的话呢 稍微迟到一点 也是没有关系 他们也会原谅你 因为路上可能堵车啊 可能怎么样啊 反正就是不要紧的啦 那么有的同学会说 哎我认识的意大利人 他很准时啊 他一分不差 一分一秒都不差的 那么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啊 总是有人喜欢做事情 比较精准 比较仔细嘛 他觉得让别人等不好 那么意大利人呢 逐渐呢 其实也在改观 他们也知道 如果要和别的国家的人做生意 他们这个样子 拖拖拉拉是不行的 所以做一个准时的人 无论是对别人 还是对自己 都是一种尊重和负责任的表现嘛 那么同学们以后 如果碰到不守时的意大利人呢 千万要掌心眼 多提醒他们一下 告诉他们不要迟到 不要晚 那么碰到准时的意大利人 那你就应该高兴一下 然后你也做一个准时的人吧 好 那么今天的一国万花筒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下一次再见啦